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 那这个呢就说来话长了 我记得应该是19年底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接到了这个剧本 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剧本很有意思 里面的每个人物都很可爱很鲜活 但是到后面经过一些自己的成长之后呢 我渐渐的发现我有一些迟疑 就是在于我是不是还能演好这一个很可爱 很阳光很非常无所畏惧的这样的一个弟弟的形象啊 所以我自己也动摇过其实 到后面呢跟编曲老师李小老师小姐 然后我们也开过我记得是三次的剧本会 每一次开会呢其实我们都有 我都有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疑惑 那小姐这边呢也会给我就是一些反馈 然后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沟通跟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渐渐的把盛阳这个形象呢越来越丰富 然后越来越饱满 然后把它给勾勒出来了 所以到后面我才会说嗯好那既然大家都为他已经准备了这么久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 嗯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中间为什么会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因为我觉得我31岁了 然后我还要演一个初出茅庐的这样一个设施未深的一个一个小男孩的形象啊 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全是好 我能不能让观众们幸福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跟导演见面的时候 跟小姐见面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担心和紧张的点就是在于 我们想把它做得非常的生活流 就是很自然 如果能让大家觉得肖战没有在演 而是他真的是盛阳 那这就成功了 所以这也是我其实自己最担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怎么样去诠释这样这么生活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问题有得到答案吗 我觉得反正我尽力了 我只能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导演也好 对手演员也好 还是编剧也好 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安全感 所以我在当下 其实我是享受当下的表演的 所以剩下的就交给观众朋友们吧 我自己的感受是 就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吧 但是我基本上拍摄的每一天 导演都会跟我发信息 我都会跟导演发信息 就是讨论一下说 导演你觉得今天这个有什么调整吗 你觉得还行吗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然后明天那场戏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每天你都在总结也好 你都在探讨也好 然后你会找到一个 让自己进步的一个方式吧 明场面是 醉酒是吗 是姐姐 现在想想其实还挺好玩的 因为导演他这样设计 其实特别的巧妙 因为确实演员 我跟白姐其实那个时候 也算刚刚认识 然后还没有很熟络 所以恰好角色跟演员的感受 都是相同的 所以还挺奇妙的 我觉得这种时刻 每天都在发生 真的真的 我觉得首先呢 这个是导演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对镜头的把控 然后以及对于故事节奏的 怎么去拍 怎么去把控 还有小姐他写的剧本 其实非常的扎实 当然了 对手演员非常非常的重要 拍摄的头两天吧 跟白老师白姐 拍的那场醉酒的戏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白姐他那个抬头的眼神 就是他说出那个歌名 你帮我点首歌 然后盛阳说你说吧 然后他说 我是真的爱你 很厉害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因为我是直接近距离的看到了他眼神里面的那个光亮 然后以及他的整个人的状态 所以学习到了很多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在当下完全不会想这个 在当下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他给了我这个刺激 我后面的那一段 难难自语 其实我觉得 反而说的比走戏的时候好很多很多 我很喜欢嘉然的一个点是在于 很多很多时刻导演用的那一颗镜头 都是当下即兴给到的反应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有点真实 就是觉得被打动到 因为确实都是没有我们提前 没有提前设计过的 很多都是当下的反应 特点 我觉得就是 很很生活化 就很像是我生活里面会说的话 我特别喜欢我们剧本的一个点是在于 他讲述了很多观点 就是他输出了很多观点 对 但是呢 这些观点他都是用很很自然的方式 然后表达出来 我不认为我们是有说教的意味在里面 我以前其实不太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臭 但是现在呢 现在我是觉得真香挺好吃的 是跟盛阳同样的习惯吗 我不吃醋 对 其实我还挺怕大家这么说的 因为我特别怕观众会把对肖战的就是感觉感情投射到这个角色上面 我想说其实他们不太一样 虽然可能他们从事的职业之前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人物性格呀 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我来说肖战可能是比较安静一点 比较稳一点 那盛阳呢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外向一点 对 的这样一个感觉 盛阳的野心 我觉得对于盛阳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是平等的 没有谁比谁高或者谁比谁低 大家都是在一个很公平很平等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在相处 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就是那些工位呀 手绘版呀 笔呀 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熟悉 你现在还能熟练的使用皮啊 皮色 哎呀 现在真的是 还是久了不用 还是有点退化 反正拍戏的那些东西都都还行 都还能都还能用 小小的皮皮图啊 剪剪小片子呀 这些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自己画的都是一些随笔 咱们在剧里面看见的所有的出现的那些画作呀 其实都是美术老师他们提前准备好的 你要记得把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到时候在微博上发一把 我是来传递一下这样的需求 行好 没有问题 如果有新的画作的话 会晒的 嗯 我一直都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 对 所以我特别特别能理解盛阳 我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 不能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交给观众吧 你会想接收到这个声音吗 就是大家对你的一些真实的评价 当然当然当然 我觉得演员的价值就是在于用作品说话嘛 然后以及跟观众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馈连接 对 所以我很我很我很欢迎 然后观众朋友们 然后对我的表演进行一个评价 能接收到这些评价的渠道是什么呢 渠道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的朋友 对 然后还有一些那不就是你们新浪微博吗 那后面的工作重心肯定是以 肯定是以拍摄剧 拍摄就是剧集为主 对 这个是我的工作重点 对 我觉得的吧 就好像是我一直说的那种 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吧 如果可以的话 怎么罩 还是要是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